這些的圖案實在是大的嚇人 這個相當著名而且神秘 然後座落在山坡上面的巨大竹台 足足有四十個國小操場這麼大 那這個竹台很大 不過比起現在要說的直線 那可以說是小物件大物 有數不清的線條 一化就是好幾千公尺這麼長 甚至達數十公里 向聖劃 哈嘍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我們的 歡迎收看 大家好 我是支持民視 writer 這個單Red是玩家 zrobi45000 的心目不可惜的事情 1939年美軍一架軍機在這兩個人奉命 經過秘魯拍攝一些照片 那當飛機經過納斯卡高原的時候 無意間發現了一些線條 但是這架軍機上的飛行員絕對料想不到 他們不經意看見的這些線條 竟然是世界上最震撼、最驚人、最神秘的發現之一 這些線條起初看起來雜亂無章 不過當飛機越過這些線條的上空時 才赫然發現他們是一幅幅巨大無比 讓世人讚嘆到不行的大地巨化 那他們就是非常著名的納斯卡線 那現在說一下納斯卡線是怎麼畫的 它並不是用顏料給它撲過去 然後所形成的納斯卡線 實際上這些線條是透過移除地表 顏色比較深的石頭 然後露出比較淺色的地面 所形成的顏色落差 然後形成線條的 而納斯卡線其實只是一群數不清的圖騰的種生 裡頭包含了非常多各式各樣的動植物的圖案 現在已確認的就有多達70多種動植物的圖騰在裡面 非常著名的有這個巨大猴子 巨大蜂鳥 另外還有世界上最大的蜘蛛 我是以圖案來看 另外還有超大的虎鯨 蜘蛛 蜘蛛 以及蜘蛛 蜘蛛 很可惜這個蜘蛛被藍腰截路過去 它可以說是被 蛤咔咔 有點可憐 那除了已發現多達70多種動植物的圖騰物 另外還有多達300多個擠合圖形 以及800多條直線 各位可別以為在地板畫出這些圖案沒什麼了不起 你家隔壁鄰居應該也可以在地板弄出一些圖案出來 那如果你沒鄰居或者是你家鄰居沒小孩 那 就當我沒說 來啦 在地板畫出這樣的畫作 的確沒什麼大不了的 真的沒什麼好大驚小怪 但問題就是在這些圖案實在是 大的嚇人 有多大 那我們就來舉個例來聽聽 著名的猴子圖案 寬70公尺 長83公尺 我知道很多人對魚這個大小 不太有概念 只知道很大 那我舉個例 台灣南線平均的長度是13.12公分 一般標準的國小操場 面積大約是2700平方公尺 而光是這個猴子的大小 幾乎就是國小操場的兩倍大 雖然猴子的面積不是直接長跟寬相成就可以得出一個答案的 但是為了方便唬爛 請各位粉絲允許我這樣子繼續計算吧 那剛剛的猴子很大了吧 的確是 不過比起其他的結合圖形或者是線條 那可以說是 猶如滄海藝術一般 小的不足掛起 先講講估謀 稍微大一點點的 一點點的 這個相當著名而且神秘 然後座落在山坡上面的巨大竹台 那實際上它到底是什麼樣的圖騰 末中一世啦 有人說它是竹台 有人說它是沙之城堡 反正不管怎麼樣 反正不管怎麼樣 它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結構體 然後呢中間有一個十字的結構在那邊 這個圖騰剛好長 450公尺 寬 240公尺 足足有40個國小操場 這麼大 近年專家分析這個竹台後呢 有了更加驚人的發現 這個竹台構成的十字架結構 剛好指向了2400多年前 3月春分時期 天空中南十字星的位置 怎麼會這麼剛好 對應到了那個位置呢 那這個竹台很大 不過比起現在要說的直線 那可以說是小物件大物 有數不清的線條 一畫就是好幾千公尺這麼長 甚至達數十公里 聽清楚單位啊各位 是數十公里 更加讓人目瞪口呆的是 這些線條呢 並不是通通畫在地面平整的一個高原上 那這個納斯卡線呢 它是坐落在高原上 高度大概在3000多公尺 高啊 那雖然說有的高原地面很平整 但是很多的線條呢 它是已經翻山越嶺 扒山涉水了 一條直線穿越了好幾處複雜的地形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一個線要畫在這麼多不平整的 表面上呢 是有多麼困難的一件事情 不信你可以試著拿一支曼克筆 在你家客廳隨便找一個東西 最多的地方 一條線給它畫過去 我相信 你應該很快就被打了 還記得嗎 納斯卡線是透過移除石頭 讓顏色產生落差所形成線條的 那要在這麼多地形這麼複雜的地面上 搬出這麼多的石頭 應該說搬移這麼多的石頭 然後還要在高空中 看下去 依然是條直線 並且還要一口氣 延綿數公里這麼長 這實在是不像 兩千多年前人類所能夠做到的事情 實際上納斯卡線最早的年代 可以追溯至西元前 一百年至三千年之間 試想一下這個年代人類 要做的事情應該就是 種植農作物 打獵 反正這個年代人類要做的事情 應該就是 滿足我們這種 餓不死的需求 活下來 比餓死 應該是我們當時祖先 最需要做的事情 他們 怎麼花這麼多時間 就會這樣一幅幅 一條條 那麼大 那麼長 那麼多的 複雜線條呢 欸 阿彩你怎麼跑到這邊了 欸 真可愛欸 那整個納斯卡線分布的範圍 達到了 五百平方公里 這麼廣 五百平方公里 是什麼概念呢 台北市的面積大約是 兩百七十多平方公里 相當於有 兩個台北市的面積這麼大 而在幽默五百平方公里 範圍內 到底藏有多少這樣子 神秘的線條 或是巨大的圖騰 完全 數不清 近年呢 隨著科技的發展 無人機的出現 還有衛星科技的應用 更普及 更發達 更現代 又或者是 更加透明 就像是軍用的衛星這個技術 不斷的下放這樣子 那總之隨著科技的更發達 有越來越多的 納斯卡線條被發現了 每一年呢 聽清楚啊 是每一年 都有很多的新納斯卡線 被找到 就像是今年 日本團隊透過 AI去分析 空拍的景象 一口氣又發現了 多達一百四十多個 新的納斯卡線 其中啊 有兔子 有貓 還有 人 甚至還有相當詭異的 雙頭蛇 那數量之多幾乎無窮無盡 另外還有更多年代 更久遠之前的 納斯卡線條被挖掘了出來 那要說挖掘嘛 其實他不是真的去挖啦 而是說就是空拍景象 找到這些人 很模糊依稀還能看見的這些線條 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很多的線條都有一個神秘的故事可以說 又或者是他背後藏有一些神秘的訊息啊 那就像是稍倒之前講到的蜘蛛那個巨話 不曉得各位知不知道啊 這個很多人都只聽說過蜘蛛巨話 但是應該有很多人不知道蜘蛛巨話 藏的神秘訊息 這邊墨基哥還是提一下好了 因為他實在是太過新鮮了 這個蜘蛛的一隻腳 你們發現他是延伸過去一個三角形的幾何圖形當中 他並不是一個單一的蜘蛛 坐落在那個土地上 他旁邊還帶有一個三角形的線條 那各位你們知道 這個蜘蛛 這個線條 這個三角形 他代表什麼含義嗎? 他可能代表了兩千多年前的人類 有著我們無法想像的高科技 怎麼說呢 這個蜘蛛實際上他真的存在 實際上他是一隻很小的蜘蛛 那他的腳跟這個三角形有什麼關係呢? 厲害了 那這個蜘蛛透過現代的技術去觀察 用顯微鏡去看 發現哪 你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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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哪 一些 metal形的 timber 知道了嗎? 你看哪